哈囉 大家好 我是野獎人Dread 我身邊呢也就是這一次的重要來賓 蔡哥 耶 哈囉大家好 我是蔡哥 大家看到這個場景啦 應該就知道我們這個就是有關於 跑步分析實驗室的一個企劃了 那這個主題其實是大家敲碗很久 就是前陣子大家看到蔡哥破二之後 很多人來詢問你說 欸到底是什麼破二呢 對對對 然後我就想說 欸其實我也不知道欸 我是跟著大家這樣跑跑 訓練訓練 然後我想說那不然問哲 問哲 問哲 這邊有沒有辦法 跟大家分享說 欸我的菜單到底長什麼樣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沒錯 所以我們就因為這樣開始分析了 蔡哥從10月以來的完整訓練數據 那因為其實在更早之前還沒有用Strava 所以那時候就沒有數據 我們就從10月開始節錄 所以其實完整節錄了大約有9週的時間 總共是9個禮拜 欸那一般的半碼訓練週期 9週算夠嗎 其實不夠 但是我們通常會建議至少要12到16週 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週期 但因為像蔡哥其實9月8月還是有在跑 只是斷斷續續的 所以其實以週期來看是不只9個禮拜 然後再來是我們其實在6 7月的時候就已經跑過一場半碼 喔對對對 所以其實以體能上來講不是從零開始準備 所以其實相對來說不會到 這麼要求一定要完整做到12個到16個禮拜的這個週期 但如果你真的是一個完全沒有跑過半碼 然後是首次參賽的話 還是建議要從就是12週到16週這樣的週起來 規劃會比較不容易受傷 然後再來是你的堆疊狀態是比較可以循序漸進往上 不會一下就衝太猛 可能就會跑不到 我現在我們現在的這個基礎點是 我能夠跑到6分速的這個狀態 那當時候你有印象我們上一次跑半碼的時候 那時候均速還記得是多少嗎 我記得那時候跑完是2個小時230分 對我記得是20幾分 但均速2小時20幾分 我們來算一下 好 如果是2小時20分算起來 我們當時候的均速大約是6分半左右跑完 對6分半 但是你現在是已經10月的狀態是已經可以跑 可能10K持續用6分速完成 對對對 這樣的基數下來開始訓練 在破2的各個過程當中 其實需要大約哪些樣的週期 然後再回來對對比一下 蔡哥的訓練是不是有照這樣的邏輯走 那基本上以破2的目標來說 你要用5分40每公里 然後完成一個21K的半碼距離 所以5分40其實是有點快喔 就是如果以你現在的剛開始訓練的起點的話 其實那時候你只能跑6分速 對 甚至沒有跑到21公里 甚至要破進到5分速的時候 我都覺得蠻吃力的 都是以前想像不到那個速度 對所以其實在一開始啊 會建議大家從里程的累積上 如果是分4個月 就是12到16週 以第一個月來說 至少至少我會建議一個禮拜的里程 要從25K到30K 單週來做累積 我們先算30公里的話 一個禮拜有7天 平均你一天大概就是 呃4到5公里 你一個禮拜就可以累積到30公里 喔對對對對對 所以你一開始其實會要求大家先從 維持運動習慣跟養成 你至少一天到兩天要訓練一次 但是訓練里程可能先不用超過10公里 就是4到6K 那一個禮拜可能如果你有4次的話 其實就已經有25K到30K的里程 第一個月的週期大概會是這樣 那第二個週期開始 我們可能就把里程從100K 開始往上提升到120 然後慢慢到140 那我會建議大概到半馬的最後週期 至少準備到150公里一個月 我覺得會是比較完整安全的 所以150公里的處理室 大約就是一個禮拜是32到35公里左右 喔那我的跑量算是有偏少一些 是是是 所以菜哥屬於是天分型的選手 我們就來分析一下 其實菜哥第一個禮拜跑量 10月第一週只跑了27公里 第二週跑了22公里 但第三週呢是有點突飛猛進 意外的跑了38公里 但是也因為這樣 第三個禮拜跑到38公里 相對於前幾個禮拜來說 它的里程量是有點提升太多的 所以那時候就有點身體可能比較疲勞 再加上工作關係比較繁忙 所以第四個禮拜只有15K 就是沒有持續往上 其實只要有好幾天休息沒有跑的時候 我心裡面都會有點焦慮說完了完了 要馬上掉下來 可是呢都會發現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就只要有休息 好像意外的成績又會有新的突破 對就是有休息三四天之後或是我生病完 我就覺得說我下禮拜應該會爆掉 結果沒想到就會變更猛 沒錯 我們還有一個可以來給大家一個小小的指標 就是你怎麼知道自己的訓練量會不會突然超過太多 我們如果以剛剛菜哥的平均跑量來講 他第一個月跑了102公里 所以平均一個禮拜是25K嘛 102除以4是25 那最高的那個禮拜跑了38公里 38除以25 會得出1.52這個數值 如果你的數值用你單週的跑量 除以你單月的平均跑量 高於1.5 代表有點超量 你身體會受不了 平均我們在數個表的落點 大概會落在1.2 0.8到1.2是初學者 1.2到1.5是比較進階跑者的落點 就是我要刺激你 可是又不能讓你受傷 不能讓你沒辦法跑下個禮拜的訓練 大概會在1.5以內 可是你最高那週跑到1.52 所以你下禮拜一定是身體已經快受不了了 喔 通常要嘛是這個身體受不了 要嘛是工作比較忙 但是工作沒辦法其實應該也是可以擠出時間 但是心裡面就覺得說 哇有點累了 想休息一下 應該會沒辦法跑出去了 對但其實以這樣來看 當然那週是訓練要稍微比較多的 所以我們其實下個禮拜的量就有往下降 那那時候其實往下降的時候就出現一個蠻有趣的 因為那個禮拜只跑了兩天 然後第一天當然只是輕鬆的慢跑 就7公里 那我看蔡哥第二天的數據 就是我們那天一起練跑 在合體我剛剛說要測一個小小的5K測驗 第一個3公里是暖身 暖身就是跑大概5分40 然後第二個測驗5K 那時候就已經跑了均速是5分09 然後跑出你的5K最佳成績是25分半 對 所以其實蠻快的 那天我也嚇到 因為我前一週都是跑6分多6分多 然後我前一週剛好跑量很大38公里 然後就覺得說 哇我可能是6分速得掉了 然後沒想到下一週有休息一些的時候 竟然可以在合體跑到5分09 我自己也嚇一跳 對所以那時候其實就 我們有點第一次開始覺得蔡哥是那種需要休息型的選手 就是他只要有休息表現就會不錯 但持續訓練他還是可以用他的意志力撐住 但是我們如果要他成績好的話要稍微給他多兩三天 但我想問一下哲偉這件事情就是說 是休息讓我下一週變比較強 還是說其實是我前幾週累積的蠻大量的跑量 讓我的身體覺得好OK 他已經可以承受這樣 我下禮拜休息完之後我們就會給他更好的速度 我覺得這兩個都是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你在一個游泳池 你把球壓到水裡面 當你壓的越大力 他會彈的越高 彈出水面會越高 可是你壓的越小力 他可能就只是浮起來 沒有彈出水面 所以當我刺激也是一樣 我持續刺激給身體的時候 要適當的稍微放鬆 讓他可以往回彈 可是如果你一直往下壓 但沒有放鬆 他永遠彈不出水面 所以其實訓練跟恢復是並行的 我們恢復是很重要的訓練一環 但是我們像剛講到一個禮拜 大約25的跑量 我們會抓3週左右 第4週就會減量 因為其實你身體需要休息 如果你一直不休息 就有可能進入到一個叫OT 就Overtraining 過度訓練的狀態 你的身體可能會變得很慵懶 然後跑得很很眷眷的 就是跑不太起來 那種很怠惰的狀態 然後怎麼跑狀態都很不好 而且一跑心率就很高 而且當時候會很容易感冒 所以我們通常會抓3個禮拜 就一定要讓球彈開水面 不然他的狀況就會一直往下走 然後都沒有上來 所以訓練週期的安排大概就是 辛苦越辛苦更辛苦休息 然後開始這樣逐漸的 階梯式的往上走 辛苦更辛苦超辛苦休息 對然後就彈出水面嘛 然後在第二次的時候 你的波形可能是已經到這邊休息 然後再往上休息再往上休息 所以你的訓練才可以一直往上走 那我的身體的感知 我要怎麼分辨說 欸我是差不多休息 還是說我只是意志力不夠堅定 這種套用就是看 第一個心率是最明顯反應的 在一樣的距離 一樣的配速情況下 心率有沒有變快 舉例我平常跑10公里用6分數 我心率就是160平均心跳 可是我今天用一樣的距離 一樣的速度 我的心率已經到170了 代表我當時候的身體肌肉狀態 是比較疲勞的 我在一樣的配速下 需要打比較多下的心跳 才可以讓我的速度維持在這樣的區域 那個時候就已經代表肌肉不新鮮 你需要休息了 喔 第二個就是你對於訓練開始沒有熱忱 你已經開始害怕訓練 然後開始討厭訓練 或是你認為訓練是 你需要很強的心理建設的時候 通常這個時候 可能也是身體狀況不好 因為你覺得你今天很累 你怎麼跑會跑不到你的目標狀態 所以你就會開始排斥它 這個時候通常也是已經 有點訓練過度的狀態 OK 但如果你是本來就 沒有什麼上盡心想要訓練 你可能每天都 害怕訓練的話 這個就另當別人 我那個時候是覺得說 沒關係 我這個禮拜跑6分多 爛爛的 我下禮拜休息完我就會爆發 就抱死這種心態 欸但菜哥真的是有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第二個月 第二個月的第一個禮拜啊 從大休息後的5K最佳 那個禮拜只跑15K 下個禮拜又給我跑到36K 對 所以又有點 欸突然又往上噴 但我們來算一下 其實菜哥的第二個月的跑量是118公里 月跑量118然後一樣除以4 是平均一個禮拜跑29.5 36除以29 那個禮拜是1.2 其實就已經回到正 你可以負荷的狀態了 但以這樣的模式下 身體就可以比較持續有有效的刺激 又不會過度到駕馭不了的那種狀態 所以這1.5的數字是你發現的 欸不是是書上寫的 喔書上寫的 真的是做了很多論文報告出來 這蠻準的 這蠻準的欸 對然後其實看到1.2 就已經覺得 欸菜哥當時候的訓練可以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加入了 間歇訓練 對 那時候在一個禮拜當中 除了慢跑之外 就有一次我們開始跑了一趟 400公尺的間歇 那那時候間歇對你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那時候覺得 第一是覺得蠻好玩的 就很像以前在那種練田徑隊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第二是覺得說 其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喘 喔 因為我覺得比如說 我以前就覺得 我自己短跑比較強 長跑比較弱 所以在練那個時候 其實就400公尺 用意志力把它撐完 欸就可以休息 意志力撐完就可以休息 所以我覺得 那時候練習的時候是覺得 蠻 蠻能適應的 我們訓練的時候 其實會分為兩條線 大家可以想像有氧是一條線 無氧是一條線 那一開始週期 通常會建議大家一直慢跑 一直堆疊基礎的有氧耐力就好 那原因是因為 當你有氧堆疊到一定程度 你就可以已經大幅進步 通常剛開始慢跑 你一個禮拜完全沒跑 跟你一個禮拜開始跑三天 然後你這樣的測驗 其實就可以很明顯已經有進步了 但進步會有一個高緣起 就是你有氧已經堆到 你這條線已經滿了 你怎麼跑 你的量就是不會再進步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加入無氧的刺激 就是把間歇訓練放進來 那間歇訓練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它是在刺激最大飾氧量 最大飾氧量 可以想像它就是跑步的等級 當你的跑步等級越高 最大飾氧量越高 你的成績 它就可以往上提升的越好 所以我們要刺激最大飾氧量的目的 其實就是讓你的心率弱點 可以在比較高的強度區間維持久一點 因為像慢跑平均可能就是160下 155下 這種的心跳區間 可是它刺激不到比較無氧的這些區間的時候 其實你的心率就不會再往上進步 就有點有限 所以我們就會開始加入間歇訓練 它每一趟可能你會摸到175 摸到180 開始降不下來 你摸到上面的時間越久 在上面累積了這段無氧區間 就會是你進步的關鍵 對 那間歇訓練跑完的隔週 我們又有讓蔡哥在跑38公里 然後前兩天蔡哥都是跑10K 12K 就是有氧大概6分數 5分55左右 然後後面的兩三次都是跑5K的兩趟 都是跑到就是5分整4分58 那時候你的狀態感覺怎麼樣 那時候感覺就是覺得說 欸因為有那個前一週的那個間歇之後 下一週在跑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我的起步速度 就會至少都是5分20 5分30 起步的時候就覺得說 欸怎麼 6分數有點太慢了 對怎麼默默的這麼快 然後哲衛就會跟我說 欸你先慢一點先慢一點 可是後面會停不下來 就是至少5分半5分20 然後到最後再加速的時候 可以跑到4分多 對 就會後面還有辦法把速度一直往上推 對對對 那我覺得這還有一個關鍵 不是只有訓練間歇就會變強 其實是 蔡哥跟凱還有持續在做重訓 那其實重訓對於跑步的基地幫助 是蠻大的 因為 肌肉力量你可以想像他也會有一個電量表 當你平常沒有訓練你的電量可能就是800毫安時好了 可是你有訓練之後你的肌肉可能是1200毫安時 代表你可以用的電量變多了 你的肌肉可以持續的續航時間變長 你就不會這麼快肌肉沒力 當你肌肉沒有那麼快沒力 你就不會這麼快把心率往上提升 那一陣子確實有覺得說 我重訓也會很累 我有時候還會重訓完再去跑步 然後我就覺得說我現在超級賽了 我現在就是把自己抄到死 我下禮拜就會變超強 對 就會有這種心態 但我覺得剛好是真的後來下禮拜就驗證了 這個狀態是持續往上走的 因為其實在11月26號這個禮拜 就是我們去參加美金融接地賽 那那個其實前一個禮拜 雖然里程很多 但是到隔週那幾天就是幾乎都是比較低強度的慢跑 那美金融接地賽前也是大休了大概4天 只有跑過一次5公里 然後用6分數 但那時候蔡哥的接地賽的成績就跑的還蠻好的 最後的5K是跑了均速4分59 已經看到四字頭了 而且是5K可以跑到459 那時候也有嚇到 我們這個週期以來5K的最佳的狀態 我們從5分半然後進步到5分10幾 然後這一次已經是進步到459 對 但是因為那個是有比賽的加持啊 對對對 就是會有那個腎上限速 那我其實在那個時候跑完 蔡哥跑完這5K之後 我有稍微算了一下他目前的成績落點 以5K可以跑到459 其實推估下來他的半馬里程 就已經可以跑到1小時54分左右 那這樣的狀態 以我們在出課表的模式就會看 他是有速度有里程 還是是沒速度有里程 還是是沒速度沒里程 那蔡哥的落點是有速度 可是沒有里程 所以我們最後一個週期 就是從美金龍街賽到台北馬 大約還有3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就建議他開始要多跑一些 長距離的慢跑 因為對你來講 你現在已經不是要追求你要跑更快 因為你已經快的到我們希望你落的落點了 接下來就是要反而刺激的是你的有氧持續時間 所以那時候目標原本是抓半馬要破二嘛 但其實破二已經在那時候看就已經一定可以破二 只是可以破多少而已 所以下一個禮拜我們就開始加入了一個長距離訓練 對 我記得那天我是跟半馬組的同學說跑了大概18公里 全馬組要跑25公里 然後蔡哥那天竟然就不小心 我就覺得你已經跑了半馬了 18公里有一點還蠻有力的 假設就繼續跑好好好 然後就把他跑到21 但我覺得有一個重點就是 合體真的是一個蠻適合跑步的地方 然後我已經在那邊 因為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會去跑個一兩次 然後就已經知道說哪裡會有上坡哪裡會有下坡 那輕微的感受都會讓我覺得說 欸我這個上坡都還撐得過去 那我等一下下坡就會開始爽了什麼 就會自己去調整 開始調配你的體能 對那個賽道的感覺 但是說真的這個東西呢 在在那個比賽台北馬的時候就完全害不上用場 因為台北馬的時候就是人卡來卡去 然後也不知道等一下往上坡還是往下 路線不習慣 所以就沒有我覺得沒辦法像那個時候 我覺得發揮那麼好 對我覺得我在合體的時候有時候會有那種 是你的主場的感覺 會在那種領域裡面的感覺 喔 因為那天跑半馬其實他就已經跑到了1小時58分 就是均速是用5分38跑完 喔 但其實就已經達標我們的目標嘛 就是半馬破二 那其實距離台北馬還有兩週的時間 蔡哥就已經提前跑到這個成績 那那時候我們就想說那接下來你就只要慢跑就好了 反而現在重要的是維持你的慢跑距離 可是我那天有真的有在水心所欲的感覺 就是可以掌控 那天跑步有一種進入到那個心流 對我自己也會我自己也會有這樣的狀態 在訓練一段時間之後 我會成就是flow啦 你會跑到一個你的flow裡面 那個裡面就是 你會突然變有點像抽真空 然後你周圍其實在講什麼你會有點不確定 就你很專注在自己的動作上 然後你的跑步的維持呼吸的調整 還有配速的控制 我對那天很有影響就是我那時候記得 一定要跑在540裡面才會破2 對 然後我就前面535 539 欸有點慢慢上來喔 542 OK 那我再加速一點點 然後再到539 我是可以操控說我現在想要多少多少 所以在那個時候其實就已經覺得 啊蔡哥穩了 那最後兩週我們其實給他的目標關鍵 就是稍微調降 然後不用太辛苦 但是其實在美競技賽後 蔡哥狀態其實是感冒的 那我們那時候想說 那先把身體狀況調整好了 訓練已經算是恢復就ok了 不用再擔心會不會跑不完這件事情 對啊 所以後面幾週 里程就已經調降到大概都是平均8K 6K 然後往下降 所以其實在跑完半馬之後 在台北馬之前 總共14天裡面只跑了4次 對 對所以就是大量的休息 然後來代替訓練 因為其實希望身體可以恢復 那最後台北馬成績其實蔡哥跑得很好 讓你自己來跟大家公布好了 喔我那時候跑了 均速是525 然後總共時間是1小時55分 喔 其實跟預估的5K成績差不多 1小時54嘛 那因為其實我們後面只跑了一次長距離 所以就比較可惜 但如果你長距離可以跑到2到3次 其實我覺得破1小時54應該是蠻有機會的 所以我如果把我最後的這個長距離的時間 再拉多周一點 可能拉1個月我每周都跑一次 有可能就會大進步 會會會 你現在就比較是用天分來跑完你的半馬 長距離累積不夠 對對對你的長距離時間不夠 但長距離變數很多 因為像台北馬你就遇到有一定要散人嘛 然後你要控制你的配速可能突然要上橋下橋 或是這個時候有逆風順風 但這些都會改變你的配速的就是狀態 但是如果說你在比賽前有跑到2到3次的長距離 其實你就可以比較可以控制說 欸我大概在15K可能會遇到什麼狀況 18K會遇到什麼狀況 在台北馬那天就不會這麼慌 所以其實我們在比賽前都會建議大家 長距離至少要跑3到4次以上 因為那時候哲瑞啊 或是我們聽那個愛迪達跑團的人 我們一些課表 我都兩邊的課表要吃來秩序 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要跑21K 其實你不一定要每次訓練都跑到21K 其實是 可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像我這種比較少跑步的人 我會覺得說我一定要有幾次有跑到21K 我心裡面才會安心說 我後面我不會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確實是蠻多跑步新手會有的點 因為第一個他完全沒參加過比賽 所以他不知道真的跑到半馬會遇到什麼狀況 全馬也是 所以很多跑者會覺得 我一定要在賽前跑過一次 我才知道遇到什麼狀況 但是其實以訓練累積來講 如果你可以在賽前 半馬我們會建議可能16公里要做個兩週到三週 18公里可能要做個兩到三週 然後20公里可能做個一到兩週 以這樣的堆疊下來 其實你就已經會很有把握說 欸我跑到現在 體能上才用了80% 我還有20%的力量 啊我只剩一公里 所以我完全不用擔心 哦哦哦哦哦 那因為賽前你只跑過一次 所以你會有點 不確定今天是特別狀況好 還是我那天真的是很幸運 還是我真的有這個實力了 就你會有點懷疑自己 所以我們通常會在訓練的週期安排上 至少三到四次以上的長距離 建立跑者信心 讓他確定 好需要 我已經可以用這個配速跑到這個距離 接下來的狀態 我只需要就是維持就好 不用再跑得很辛苦 把他跑完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會很有自信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其實總共加起來 這輩子可能 就是跑一下 這輩子 就從七月多那時候到現在 可能有三四次有成功了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OK我現在知道半馬 大概長什麼樣子 嗯嗯嗯嗯 對啊 但我覺得最後還是要總結啊 就是在賽哥的這個訓練紀錄來講 他其實是比較 呃不是屬於大家照著這樣做 就一定可以破二的狀態 嗯 對因為其實每個人身體素質不一樣 那看起來賽哥的訓練量其實很少 里程沒有這麼多 可是因為他有搭配重訓的關係 嗯 所以其實對於他的肌肉力量的累積是比較 續航性來講是比較好的 那在這樣的模式下 其實在長距離下來 他在後段的失速 就是掉速的這種情況 就不會這麼密集的出現 他就可以撐得比較久 像凱也是 其實凱也練很少 喔他比我更少 對而且他本來沒有要跑這場比賽 對對對 然後突然要跑了 後來他就是硬上了 也跑了兩小時內的成績 這也是破二 對 所以我在想 這個肌肉的這個感覺 好像真的會有點幫助 對對對 所以我們自己會進去學生一個禮拜要做到一次的重訓 至少一次 因為我那時候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可能在 可能比如說10月的時候或11月的時候 常常在跑比較長的15或16的時候 呃大家最容易遇到的可能是腳麻 腳趾的末梢那邊可能麻 再來就是大腿兩側 還有骨勢頭的地方 可能會快抽筋那種 會有一點變很硬的感覺 然後你在跑的時候會想要一直去踢屁股 去敲他放鬆 然後去讓那個腳放鬆 可是後面你跑量累積起來 或是重訓做比較足 然後有休息夠的時候 這個問題都已經變很少了 對而且那時候其實比較明顯的是 我通常會關心蔡哥說你上一次跑完 你今天腳會不會很疲勞 其實他都跟我說不會 對 我都不知道他是 是真的不會還是假的不會 但很多同學是真的在跑一段時間後 他的疲勞累積是很明確的 就是他真的會不舒服 嗯 所以就會影響他的訓練的效果 因為 哲瑞跟凱都很重視放鬆這一塊 所以我後來其實我在大腿上 做了蠻多放鬆 比如說屁股外側 然後骨勢頭的外側 尤其是外側這一整片 如果不放鬆的話 我之前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七八月的時候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外側沒有放鬆 假如說我那個骨勢頭往上拉 然後我的那個病骨就會跟著我往上拉 然後就一直磨磨磨 然後到最後跑步的時候越跑越痛苦 對其實這也是常見的就是跑者吸 所以就真的要放鬆大腿 對我覺得後來發現說 放鬆的時間拉長一點 跑步的速度會快很多 對啊 好最後就是跟大家總結了 其實這樣的訓練量 呃大家可以參考 但不一定這樣跑就可以破二 但如果比較保守要破二的狀態 還是建議大家以週期的規劃來講 至少要拉12到16週 然後從前面逐漸累積有氧開始 嗯 有氧累積了大概4到6週的週期之後 中間的週期就可以加入間歇訓練 然後最後把長距離時間拉長 這樣會比較有 可以把握性的去完成 半馬破二這件事情 那半馬破我覺得是一個 初學者當然是一個目標啦 但真的還是要規律訓練 才是有可能破二的這種狀態 當然蔡哥比較是 呃 練武奇才 我必須這樣講 但一般人來講 以這樣的跑量不一定就可以破二 所以還是要看自己的自身狀況調整 好啦 今天還是非常感謝蔡哥來跟大家分享 耶 台北馬破二的這個心路歷程 啊我突然又想到一些想要分享 好 我有幾個是 不是這個相關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對我幫助蠻大 就是有跑友一起跑 哦 我覺得這個差蠻多的 就是大家會一起去 跟那個速度 對 就是比較不會我一個人跑來跑跑來跑 我慢下來我自己沒感覺 之前我跟凱有時候也會私底下練 我會 他會說 欸我們現在速度變慢了 我說真的假的 可是我說我已經進到那個心流的狀態 怎麼可能會變慢 他說可是我看手錶 我們現在變慢一半以上 後來發現說我們可能是 可能原本是八分之一拍 後來我們跑成四分之一拍 這個其實會哦 這個就是真的會 因為人人會有一個狀態是 你已經跑到覺得你都用一樣的力氣 一樣的步屏 一樣的節奏 可是你肌肉沒力之後 你不知不覺的步伏變小了 但你感覺頻率一樣 傳度一樣 可是你步距縮小 速度就直接往下降 跑友最好的地方就是 他會跟你講說你姿勢現在有問題 哦對對對 所以我跟哲瑞在跑的時候 他一直跟我說 欸你的那個胸口要打開 然後肚子要往前啊 然後你的屁股掉下去啊 或什麼的 我覺得 這個方面對我來說 差別超多 因為我發現 我只要我的姿勢是對的 因為我以前都跑步的時候 有時候跑一跑很累的時候頭越來越高 可是我發現後面的氣會灌不進去 對會卡到氣管 所以後來我就是旁邊一直有人提醒的時候 那個動作就越做越標準 到後面我跑比較好的時候 我就已經不需要去在意說 我現在跑是什麼樣 已經習慣了 其實這個是啊 大家去看半年前的影片 那時候的動作跟現在就差蠻多了 對現在就會一直看斜下方 然後讓空氣進去那個肚子 我發現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發現 有時候我前期跑太快的時候 很容易側負重 就是因為 過度 氣一直進不來 對我氣一直進不去 所以導致我下面這邊呢 有點缺氧 有點缺氧 然後後面就側負重 側負重要兩三個公里 慢慢調降一點速度 然後才讓我回到正確的跑步 真的是真的欸 你後面都沒有側負重欸 對後面幾乎都沒有 後面就是姿勢調整好的時候 就比較少這種問題 對啊 好啦就講那麼多 大家想要進步 還是要找一個好的教練好不好 這才可以幫你看 動作上才可以繼續維持 怎麼變業配我們自己 好不好 哲瑞跑班了 現在一到五都有對不對 沒錯沒錯 好不好 歡迎加入我們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專門結束啦 接下來也會有我自己的 全馬訓練的分析 跟大家分析我這一次 怎麼在全馬過程中 順利破三的這個過程 好啦 我是你叫楊哲瑞 啊對了 講到破三 我這一次也是穿著破三 去跑步的 破三 穿破三 可以破三 真的超好穿 我跟大家講 你前面可以先穿Buston 12 前面可以先穿訓練鞋 對 然後再穿這個 真的會有差 這雙真的超強 我跟你講 因為我那時候有點 越級打怪 越級打怪 我那時候才6分多 6分20就在穿PRO3 但是我後面呢 我真的覺得這雙帶給我的感受 原本我是小孩在騎大車啊 後面我是高中生在騎大車啊 也是騎得不錯 整個下雨的了 慢慢的下雨的了 好啦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越來越業配 越來越多東西